大家好 大家看我这一盆这个黑法师啊 这个黑法师呢 是我放在这个角落里面 因为花太多 然后没有照顾到 就导致他出现了这种情况 我会发现呢 他这个静感呢 已经拦腰折断了 然后呢 底部这个静感呢 已经发软了 已经有点中空了 那么出于这种情况呢 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那么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通风不良 讨制的黑法师不管是在夏季还是其他季节呢 一定要保证环境的通风 如果通风不好了 就特别容易啊 滋身病菌等各种问题 容易导致了他的这个静感发软 那么第二个原因的话呢 就是高温天气导致的 现在入下的温度非常的高 那么温度高了 水分蒸发就特别的快 那么静感里面呢 这个水分蒸发的过快就会导致他的静感发软 第三个原因的话呢 就是盆土啊 非常的干旱 我会发现呢 我这个黑法师的盆土已经非常的干了 那就是长期缺水导致的 长期缺水导致的根系吸收不到水分 那么你静感里面的这个水分呢 消耗殆尽就会出现了这个中空的情况 发软的情况 而出现这三个原因 那么就很容易导致这个病菌的侵害 那么病菌侵害就很容易导致你的黑法师啊 它黑服 所以我们在养护这个多肉黑法师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保证环境的通风 要给它进行适当的降温 而且呢 要及时的补水 补水的话呢 建议大家干透焦透就可以了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 其实我们的解决办法也是非常简单 那么像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可以不用扔 那么我们呢 可以进行一系列的措施呢 让它一盆变多盆 那么下期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一个操作措施 好啦 我们下期再见